看一下陈骁抽到的是谁 我抽到的是杜罗 太了解我了 他的MBTI是ESTJ 因为我查他们是老板 大概型都是这种人格 我给他的三个职业标签是女强人 还有一个是拼 还有一个是成功人士 这三个本质上是一样的 没别的了吗 然后谁适合跟他开公司 我写的龙丹君 你一定要把我们凑在一起吗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公司开到 开车来之后你听谁的 喂 早上听丹妮的 中午听杨天真的 晚上听我的 还挺安全的 你这个叫背景调查吗 你这就是求生欲太强啊 这是能调查的都调查了 我这个是磅礴的 然后工作经历就不用说了 因为全国观众都知道 然后职场的三个标签 学霸呀精英这个肯定是符合 大家对他的印象的 然后我其实自己个人加了一个词 也算是一个造了一个词 叫平衡计 就他在的话 你知道这个边界不会去跑到一个失控的状态 给人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 我的这个是迪哥的 我的哈 我用了一个特殊手段 什么手段 你的背调 他说我不是自己写的啊 我是用 Chats GPT 做的 哈哈哈哈 有必要吗 真的我就丢进去 我说那个你认识杨迪吗 他说是杨迪是中国内地知名主持人演员 歌手制作人 哇哦 然后我来念一下 我来念一下这个杨迪的身高是180公分 哈哈哈哈 准的这个准 还滴一下 非常准 我这坐着的大家看不出来确实 是是 杨迪都踢我现在你知道 怎么踢你我踢的是戴老师 来戴老师 感觉到我的脚了没 我感觉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来试一些 说不定写出来 有些东西都还挺玄妙的哈 他是获取信息 但他不判断信息 所以你给他假信息 他就说假信息 是那个身高是你自己写的对不对 身高是真的 就身高是比较 哈哈哈哈 因为马上就要迎来我们七位猎头 第一天上班了 我们非常期待他们的初见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的 不过来 我去点心 有一点 会 不过来 漫 这看起来就很无功害型 像二十二三岁的状态 好乖 这带着滑板来的 好酷 你好 哈喽哈喽你好 哈喽哈喽 你已经到了很久了 没有没有没有 刚刚开始过了 那我就坐你对面 好的好的 他怎么那么紧张啊 有点小色孔感觉 腼腆 我就带着滑板过来 对的 我叫司徒 你靠怎么称呼 我叫陆泽霖 陆泽霖 谢谢 好的好的 昨天有大概的看了各位的简历 应该也有看了我们的简历 你刚刚带着滑板件 我就记得好像 有一位 有一位帅气的小姐姐 写着滑板 对 哪一位最适合做未来的合伙人 我选择的是这个任选N 哇 他选的就是他 所以对他的简历很熟悉很清晰 你的爱好那边写的是很 我爱好写的很多 那我记住了 我印象特别清楚 是吧 走 你是不是五年工作经验的那个 你看 对是 这都记得 我想说的我第一个看到就是你的简历 我想说哇塞好稳定啊 确实 确实 而且你做的挺好的 你在这边做的那些 我大概粗越了看了一下叶子之类的 而且我说你是戴眼镜的男生 但我觉得他可能会戴个眼镜 好准 真的 认识是吗 我不认识 我看到你的简历之后 我脑海里的画像 人物画像就浮现出了一位戴眼镜的男生 瘦瘦高高的 一米七七一米八左右的一个男生 你这个很准啊 真的很准 这有潜力啊 看人都挺准 这真的是能看出来的吗 看简历 可以的 挡住这个脸 可以的 哈喽 你好 你们好 你们俩已经到了 随便坐是吗 对随便坐 那我就要坐这吧 我们继续继续自我介绍 我叫Brandy 然后我是周明周益淳 然后我也是毕业之后 在奢侈品行业做了一年的销售 然后是闪耀的 fashion advisor 对对对然后做了两年猎头这样子 对 所以你们就昨天的时候在选最不合适的人里面有选我吗 哇哇哇哇 好直接啊 有的话怎么办 没有 没有 没有是人的 这都是诚实的回答看起来 嗯 你们俩同赛道的 我们俩不是一个赛道 就是我现在做的是那个医药的 嗯 而且做的是早期研发 就是跟那个科学家 哦厉害 嗯 哈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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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较 这个很专业 请坐请坐 虎晓 古月虎日子旁小 然后 电文名Johnny 五年的猎头经验 之前是做过啊 还骗多的 你是说地产的那个 半导体地产 电气化工程师 啊 谁卸命了 是吗 你还学会抢答了 是 对因为刚才我一直在跟他破案 我们在这里回忆昨天看到了简历 简历 对 他们看简历的能力都好强了 对 我刚刚就是听你的口音觉得很熟悉 你是哪里人 很熟悉 很熟悉 要我猜一下吗 山西 山西 大同 山西 山西 听起来很像山东 你是一直会这么说话吗 你希望我一直在这样讲话 哈哈哈哈 这什么意思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有些猎头顾问在打电话跟霍选的时候 他们是另一种口音 就是瞬间会有一些波音腔 然后变得很正式 就跟平时讲话聊天的时候不太一样 我就之前有过有一次打一个人选 然后第一遍没聊好 然后第二遍换了一个口音跟他再聊一遍 假装不是自己 是要这样 我当时说他很像强哥 对 强哥 强哥 着装就很强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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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rch to see 我的吉祥物 哈喽 是真的 对 还端着个鱼缸来的 这个我已经猜到是谁了 你觉得最希望跟谁成为朋友 希望跟我喜欢的这个 在LV工作过的这个L 我都能背去你们的简历 我来先猜你的简历 我绝对猜对了 先让它猜到你的狗 你的狗还是猫叫Veton对不对 对 是你 因为她是Veton 所以她会解释 然后我好像还看到了一个 我可能会认识的人选 如果你见到他 是你认为的那个男生 你要对他说什么 学长好 学长好 这个姑娘真的很聪明 而且记忆力超好 她对人很敏感 你先介绍一下吧 给 好 我介绍一下 我叫路易 然后李佳杰 就是不是那么资深的一个猎头 这个是 你是那个什么 恩 对吧 然后这位 你的那个简历也很精彩 一个 Chanel Advisor 可以去做猎头